2011年我们研发了铁路的12306互联网售票系统 那说到这个12306的话呢 也许是因为2012年春运能让大家感受到的 2012年春运的时候我们就遇到了大考 你难以想象的那么多的互联网的请求会涌进来 无论是网络带宽 还是相应的那种设备处理能力都难以支撑 所以让旅客感受到的是卡顿和瘫痪 那这个时候作为团队来讲 我们就绞尽老子去思考 这算法能不能再快一点 这个条件能不能再改一下 白天优化到了晚上23点之后 系统停下来了 我们就把优化的这个软件上线到系统中 再进行测试 测试完之后呢 第二天再观察这个效果 应该说春运的50多天啊 我们都是这么来过的 当2012年春运发现了这么多问题之后 我们做了五个方面这个优化 第一个呢就是研发了 异步交易排队系统 就避免这些含量的请求 一下子冲进来把系统给冲垮 就像我们在车站排队一样 排不下的时候就排到广场上 广场上排不下的时候再排到 广场周边的这个街道上 那对于系统呢 我们也模拟做了这么一套 异步交易排队的系统 保护了核心系统 第二个呢 我们就研发了内存计算系统 大家要买票 首先要查票 所以当每一个请求进来的时候 我就得要查一查 帮你算一算 我能不能把这个票 让你能够看到 能不能让你去买 既然普通的机器 它计算效率提升不了 那我们这时候 我们就引入了这种内存 把数据装到里头 然后把算法就写在里头 现查现算 这样就提升了 我们鱼票的查询的这种效率 那我们还提升了 我们内部交易处理的能力 就让我们的核心的计算能力 能够根据我们交易请求的这种压力 去进行弹性扩展 我们为了提升 我们12306的可靠性 自主研发了 我们叫双活中心的这么一套架构 就是在北京相隔十多公里的地方 我们建设了两个机房 两个机房之间 能够在底层给它进行数据同步 然后在交易的过程中 也能够进行交互处理 这样的话 当一个机房 如果说因为一些不可靠立的原因 而出问题的时候 我们另外一个机房 它是能够去承接业务的 后来这些年 我们的公有云 越来越成熟稳定之后 我们就租用公有云 跟我们铁路自己的私有云 共同组成了混合云的这种架构 当高峰期的时候 一起来承担这个压力 所以通过这样一系列的技术的 这个迭代和优化 我们的系统的体验 就越来越好了 我们在2012年春运的时候 最高日数票量是 119.2万张 访问的压力是14亿次 但是通过多年的优化之后 在2019年的时候 我们的互联网的 售票能力 已经达到了 2000万张每日 高峰日的访问压力 突破了2600亿次 谢谢大家